介绍了光线 介绍了温度 这些重要的环节因子 那其实我们在过去的章节 有遇到一些其他的环节因子 我们也顺便整理一下 整并在这里 我们以前学过机械性刺激 比如说风 触觉 压力 震动 这些机械性刺激会引发植物形成乙烯 乙烯就抑制了植物生长 让植物长得矮小 所以象风面的植株都长不高 长得比较粗壮比较矮小 这是机械性刺激 这也是环境刺激 另外一个淹水逆境 但你的根获菌泡在水里面 你的这些泡根泡水的 这些地方会缺氧 一缺氧会让你无法型 有氧无息缺氧ATP 所以根泡水会泡烂 是细胞死亡 缺ATP死亡后的结果 那怎么办呢 缺氧石会分泌 会让刺激植物分泌乙烯 乙烯有几个重要的作用 会让你产生不定根 你的筋长度根 叶长度根 根都在土壤以上 来接收空气中的氧气 另外会使得刺激生产生皮孔 那你的树皮 产生皮孔 皮孔也是为了让你吸收氧气 所以这些不定根 或是这些什么叫皮孔 都是为了让你增加氧气的吸收 那吸收完之后 怎么说要泡到水的根呢 我们根部或筋部的皮层细胞 会发生细胞凋亡 死掉了形成空腔 这个空腔叫通气组织 可以储存及运输氧气 使得泡在水中的根部细胞 还有氧气可以供应 让你可以行流氧呼吸 而不至于缺ATP而死 机械性刺激包含风 淹水的缺氧密气 也是常见的环境因子 那以上我们就补充 这两个重要的环境因子 今天我们就沾滚来梯了 完成好的环境 在明天 打出 优优独播剤的